我们要说的事情就是 我们的黑潮的支流 进台湾海峡这边这块 它会受到季风的影响 季风 第一老师教过 台湾冬天吹洒风 夏天吹洒风 先站起来的可以挑一个回答我 看你要挑夏天还是要挑冬天 后站起来就没得挑了 先站起来就要26号 睡着不要理他 No.2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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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挑冬天还是挑夏天 你要挑冬天 冬天吹洒风 冬天吹东北气风 很好 那下一个就没得挑的 下一个人就没得挑的 夏天吹啥风 夏天吹啥风 你得挑的这位大哥叫27 27号 吹啥风 西南季风 很好 请坐下 西南季风 好 因此就造成一个现象 当我们夏天吹西南风的时候把西南方的海水吹上来 南海海流就吹上来 然后呢黑潮也是从南向北流 所以呢台湾就是黑潮跟南海海流 他们两个都来自南方所以水温都比较高 水温都比较高 因此全岛都被高温的海水所 笼罩 所以夏天的时候全岛都是高温的海水所笼罩 因此全岛都高温 炎热 潮湿 因为附近的海水都是热 都是温暖 所以我们就高温 炎热 潮湿 这是所谓的夏天 然后到了冬天 冬天吹啥风 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吹下来就把上面的海流吹下来 叫做中国沿岸流 你们地理应该有交 地理要中国沿岸流 然后呢黑潮的主流不变 黑潮的主流不变 黑潮主流不变 在台湾的东边由南向北流 所以黑潮主流的方向一年一通都一样 在台湾的东部游南向北流 但是黑潮支流就不会了 因为现在东北风吹下来它上不太去 上不去 只是从边边偷偷爬上去一点点 就这样上不去 所以就变成 来自北边的黑潮 中北洋流水温比较低 南边的水温会比较高 水温比较高 所以的情况不相同 所以这个时候北部的海水水温是低的 南部的海水水温是高的 情况不一样 我们讲这个就要告诉各位 带一句它就影响了台湾的气候 夏天全岛高温炎热潮湿 然后呢冬天会不一样 然后呢有个地方叫做恒春 恒春叫做四季如春 为什么 因为它全年 看这个图就知道 它全年都是温暖的海水在附近 对不对 所以它就四季如春 少有寒冬 所以名为恒春 所以名为恒春 讲这一段 告诉你 海洋会影响我们的气候 海洋会影响我们的气候 OK吗 就是我们的海流 考试就考这个 考试通常就考这个 怎么考呢 考第一种问题 画一张图 海流写上甲银丙丁 问它是谁 这海流是谁 是中国沿岸流呢 还是南岸海流呢 还是黑潮主流的 还是黑潮支流 第一个问题 画一张图 写甲银丁丁 问它是谁 第二个问题 画一张图 比如这张图 问它是冬天流况 还是夏天流况 你会认吗 夏天长怎样 夏天长这样 冬天长这样 你会认吗 会认吗 OK 就考这个 就是考试了 就是考这样 画图 然后问你一些问题 那你会把图会认就可以 OK吗 OK 很好 看一会儿 看一会儿 好